新北市院卓冠亭 輸入賴清的老宅Google map定位坐標 隨著時間往回推 坐標跟著位移 民國九十年更是插到數十公尺外的山坡去 藉此搭臉新北市政府提供資料不準確 污止賴清的老家是九十二年後的新建物 雙方隔空護槓 律師黃定出面 告發地政局長及公務局長 新北市府稱處理方式是利用Google map定位坐標 比對中央內政部國土策繪中心 和農業部林業行社圖 不過竹冠亭再抨擊 新北市府不認資料錯誤 賴清的陣營直指投資偏差 雙方各指一刺 從實價登錄裡面去看 他那間房子的價值才一百多萬而已 一零三萬 一零三萬 很多國民黨的那些立委們 他們真的都比這個房子還要貴 隨著總統大選 從默默無名 價值百萬的礦工僚 變成全國關注焦點 三十五 黃青城 朱樹君 台北報導